男朋友是否真的這麼不理解女朋友的煩惱呢? 也是,平時都不可問 我也想不到這麼多女生是有這個煩惱 你頭開才對我說 我們是智章情侶 我們是智章情侶 我是Kyle啟浩 話說之前我在IG story 收集了 男朋友完全不明白的女生煩惱 反應非常熱烈 我今天想做女朋友的代表 我今天就是做男朋友的代表 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男朋友是否真的不理解女朋友的煩惱呢? 因為很多時候都有我們所謂的不理解 令到有誤會所以吵架 所以今天我同事會為廣大的男朋友平反一下 以後要緊帶給我們智章立場 如果大家有什麼爭執、小爭執 千萬不要入我們心裡 好,現在我們就給5秒鐘時間 大家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吧! 好,事不宜遲就立即開始! 再一次! 嘩,紅了啊! 第一個大煩惱 大煩惱 其實夏天離M是更加深刻的 而且每個月都要經歷一次 一個星期離M時間 我非常同意 我第一次傾向自己的男生 就是當我發現女生會離M的時候 我猜不到收到這麼多留言 都是說男朋友的一個問題 他們的男朋友在他們離M的時候 只是叫他們喝熱水 哈哈哈哈 無論什麼痛都好 不過喝杯水就好 跟公司的Ide酒一樣 什麼都別重新愛情 哈哈哈哈 一同不想動 男生只會叫你多喝點暖水 一同不是喝熱水就可以了 你覺得暖水有什麼幫助呢? 不,首先暖水就會蓄上脫脊的循環 那你就不會那麼容易燙 但我覺得背後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不是喝暖水那麼簡單 什麼? 因為這群女生經常離M的時候吃沙眼東西 不離M都不吃西瓜啦 不吃雪糕啦 不喝冰涼的 夏天真的很熱嘛 你頭過胎才跟我說嘛 頭過胎啊 豈有此理 哈哈哈哈 我現在幫廣大男朋友問一下 你們有什麼需要呢? M都很慘的 你會感覺到你整個子宮的嚴重 拿著拿著 而且谷離M的時候身體真的很差 很莫名奇妙 他自己也不想 真的有點碰製不到 而且已經有很多事情令我們犯錯 其實你會引致腰痛、頭痛很嚴重 就是他又動不了 他腦子是無法運動的 也是的 平時都不太運動 什麼? 來到M的時候更加... 更加... 雖然你頭上開機都適合了 喝水了 熱死了 你熟什麼都打算安撫他的情緒 你買Julic也好 煲擴力也好 而且你要明白 那段期間的女生說任何話 都是那個好吵的朋友 但是你就不會放在心上 對朋友們又不像自己每個月來M 那星期都發煞爪 所以我們大家都要互相包 好!來到第二個法律了 我也想不到這麼多女生是有這個法律 什麼想不到?我當然想到 我不知道嘛 Dububub 徐家跑會令到巴 不嬌兩下 WOW WOW 男朋友是不會明白 夏天的grunner是有什麼重的 I DRUN不懂選擇 夏天熱到出汗都要打grun 以前叫你穿多件背心 你有沒有看 怕的有時候他會飛釘的 I don't care 如果我扣了兩個背 會包含著背部 就要穿背部 其實你如果戴brun 是肯定是有這個鬼鼠肉 我這麼大狗也不算鬼鼠 你幫我富裕呢 大到大了 你自己本身都肥仔磅 好啊 戴brun本身就是要成堂 而且你要保護自己 免受這個顏色的目光 我們其實是非常羨慕你們 有時候可以在家裡不穿衣服 然後又在街上可以穿一件T 很同意 所以我經常幫女人脫 什麼啊 我經常要 經常幫女人脫 你跟誰 中到我了 brun帶位 很便宜 買brun的花費都很高 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的brun有一次嗎 差不多 真的要 一個 一個 所以每一次起碼消費成千元 還有你明不明白 為什麼女孩子經常都好像很暴躁 我不明白 你幻想一下 夏天好熱 又要戴brun 又要黏著衣服 又要來M 你可以試試 FREED THEMEBALL 神經病 不如就 試試讓你固住自己的brun 喂 我40寸空間 乘28寸低尾 這個就是空圍那個位 我又是Mr. Cool 這個大位 嘩 我都覺得女孩子天生在身體上 是多一點發毛 你們已經有一個私天優子了 其實是 其實無拘無束 多很多 熱到極點 我們可以直接在街上脫 很羨慕 其實我們很羨慕 你們在沙灘游泳 可以什麼都不用脫 對 只要穿了一條褲子 穿了一條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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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舒服的 大家多多理解了 第一次走 嘩嘩嘩嘩 三個煩惱 女孩子的妹妹 其實很容易問 妹妹 都是因為舊組長的問題 我們比較容易清潔 因為我們是一個偶婦 偶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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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感覺是很小時候 她的感覺是長期靈靈 很想去廁所 可能這一刻 好像剛剛去完廁所 但很快就會有禁 她就是那個地方發炎 才會令你禁 上廁所 還有更嚴重的 可能會痛 唸豬菌 我經常聽到 唸豬菌 是一個很難煩 很普遍的女生病 我口感很深的事 我以為唸豬菌 有串 唸豬在綁著頸 這就是唸豬菌 你瘋了 因為不曬的原因 就是遇到天氣不好 吃抗生素 太過度清潔 令到GH值平衡 就會很容易令你有唸豬菌 這些是其中三個最常見的原因 排卵期前很容易翻 排卵期? 你們男生也沒有排卵期 我們是球卵期 你幻想一下唸豬菌的時候 你下臉會很癢 但你在街上是沒有辦法咬 哇 可以在街上的發音 很像 但你在街上還在地上 你這裡 但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那你可以在地上 神經病 我也沒有在地上 黃標這條片 有黃標 因為我當時試過很多方法 我上網找了很多資料 其中一件就是 原來女生吃益心菌和萬月梅酥 都可以幫助到這件事 最後我吃了這隻 部分的女性益心菌加萬月梅酥 超級無力真實用家 我已經吃了三、四碗 我吃完之後 那個月就算是夏天 沒有那麼不舒服 我覺得它是有效的 即是沒有飯作的時候 你可以每天吃一粒來預防 但如果你是很有需要 即是很癢的時候 你可以吃兩粒一粒 好癢啊 好癢啊 它的最大好處就是 因為小小的藥物裡面 就已經包含萬月梅酥和益生菌 在裡面 即是它兩樣是分開的 益生菌是用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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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它是做了超級多個 世界級的臨床測試 其實是英國一個很出名的品牌 還有一隻益生菌 是讓你長度健康一點 讓你減肥 會有效果一點 大家有需要也可以試一下 但現在如果... 為什麼支持我呢 現在男生也可以吃 OK OK 如果去買的話 是有抵抗的 歌曲叫做 Kyle Loves Me 是我作的 為什麼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你有沒有想過觀眾的感受 你問觀眾真的想買的時候 Kyle Loves Me 你愛了所有全天下的女朋友 沒錯 莫愛 莫愛科馬食品 我們聽了這麼久 那不是可以做什麼 第一件事先說 了解多一點 或者那個不適合的位置是什麼 要你找到解決的話 不妨幫你買 對 第四個 第四個 我覺得很值得說 最後一個 就是儀式感的重要性 其實並不明白 為什麼儀式感這麼重要 為什麼節日這麼重要 我想只有八年了 經常覺得老夫老妻 但女生會有很多粉絲 想法會很想有驚訝 這個才是重點 她說我生日去安排節目 前一個星期還沒 去餐廳 差點要做 我笑無數次都是這樣 我也是一個比較重視生日的人 5月生日 我7月生日的人 她生日沒多久 我就可以提醒她 我生日想怎樣 但是呢 這麼早提都沒用的 你不能怪我 你想想我5月生日 7月未生日 足快有兩個半月 你那天跟我說 我是能夠熟悉的 我可以熟悉那個時間 你也是熟悉的 有時候你會熟悉的 我不是24、7 想著 你生日我要怎樣 有時候有空 有空 有空還是沒空 但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是在乎於 一對情侶之間的溝通 你一個有儀式感 你一個好無儀式感 但是你如果真的知道 對方很重視這件事 其實你在大事大事 你也是一個機會 可以讓對方為自己 或者你自己為對方 去付出一些東西 其實也是一個藉口 讓對方 去過一個 比較有氣氛的一個日子 這個也是我們拍拖 初期經常吵架的一個位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溝通 就是不要用罵的方式去處理 平心正式去處理 有什麼要求 我們有試過幾次 我就會說 我們不搞了 今天我們簡單單單吃餐飯 對 還有男生的小秘訣 就是不要經常登靜 你要自己贏了 對 大家一起開心 創造一個美股的回憶 沒錯 那你就會不介意了我的事 好 那今天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其實真的收到很多的女生煩惱 但是我們這次只可以說到一小部分 而且這些已經是最大部分人都有的朋友 沒錯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 情侶之間一定要溝通 還有要開心見成這樣說出來 你可以多選擇我們的煩惱 然後又可以找到解決方法 其實最重要是洗心溝通 對 男生有時候都要明白 有些事情是理解不到 不過你要包養 實際上很多事情都是這樣不願意 哈哈 男人就是這樣 好啦 大家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或者comen了給她們知道要做什麼 Kyle loves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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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叫他慢一點 我們在下面 Captions欄就會有寫的 Kyle loves me 谢谢大家